AYO 聊四季 天天龍哥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薩拉森人對上伯根地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競技場地圖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綠色是選擇薩拉森人喔 那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這個四級的貿易成本喔 應該是交易成本 不是貿易成本 交易成本呢 會有這個5%的折扣 再來就是他的後期呢 比較適合打強弩喔 還有這個駱駝 駱駝血量是有勢裡面最多的 而且他的弓兵呢 打這個牆喔 建築物喔 攻擊是超級高的 所以有那種弓兵封建style 開始出弓兵 然後上奴兵 強攻的一個打法 但這個屬於掃劍喔 對付菜雞來說可能是很有用 但對於這些頂尖高手來說 這個倒是... 有點落差 呵呵 因為你出弓兵出弓兵 很容易被封建打城堡 人家大部分都直城了 好 那薩拉森人呢 他的一個後期喔 都是搭配駱駝 強弄菜刀 還有大沖車 投石車 巨型投石機 配一個配重金冠技能喔 做一個打法的 那薩拉森人整體看起來喔 是比較缺乏經濟的喔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在開農的階段來說 是很容易輸給有經濟加成的文明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伯格地人 那伯格地人最大的特色是 可以再提前一個時代喔 升級下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喔 例如黑暗時代就可以研發一級木一級農喔 那風電時代也可以研發城堡時代的二級農二級木 那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三級農三級木喔 以此類推的喔 所以伯格地人在前期的攀經濟科技來說是非常強大的喔 然後你看這邊 KW居然有100肉就直接補了一個伐木技術 把這個伯格地的經濟喔 打到最好 那伯格地人呢 他的特色喔 還有這個經濟科技有減免的效果 所以他點這些升級科技的時候喔 壓力也會小一些些喔 雖然好像也不是100肉啦 那伯格地人呢 後期呢 他的這個伯格地葡桃園喔 算是經濟場一個很強大的一個科技 他可以在農田裡產出黃金喔 就像這個越南的紫幣技術一樣喔 伐木可以獲得黃金一樣喔 那伯格地人的葡桃園喔 也是類似的效果 那我會覺得伯格地人的後期喔 跟越南喔 伯格地跟越南在經濟場來說 其實算是蠻強大的文明的 那這也是因為喔 後期很容易打到沒有黃金的狀況喔 通常只要狗到後期還有黃金的人喔 這個勝率都會直直往上升喔 那伯格地人呢 後期都是打一個火器 配遊俠擊兵的路線喔 那他的弓兵線喔 雖然有三級色喔 出戰馬還可以 但是沒有強弩的關係 所以伯格地人後期都是搭配火槍還有火炮 還有遊俠做一個組合喔 那他的遊俠呢 沒有品種關係喔 也是比較弱一點 但是他的馬舊科技呢 是減半的 所以遊俠升級也是減半的 而且在城堡時代就可以使用重裝騎士喔 所以伯格地人在團戰來說也是蠻值得選的一個文明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稍微看一下KW喔 稍微介紹一下這位選手 那KW是台灣的高手之一喔 目前分數是2000分左右 但不要覺得2000分好像跟NBL他們比喔 好像沒什麼 但2000分其實就是很頂尖喔 已經在世界前百名左右了吧 甚至以內了喔 KW他的玩法是比較屬於綜合型地圖類型喔 他沒有像Z40一樣 只練阿拉伯喔 他是很多地圖他都有去研究的 雖然分數不及天空熊跟Z40喔 但以綜合圖來說他的實力也是不容小覷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還點下了一級農喔 這邊就顯得比較特別一點喔 這邊點一級農然後馬上撒農田喔 這個配置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喔 四個人吃果子 然後五個人採木桶 伐木 六個人喔 然後這邊開始撒農田 然後豬一樣都是八個人吃喔 這個都是不便的 那待會綿羊喔 這個乳牛啦 應該是乳牛 乳牛的話就是六個人吃就好了 然後待會再兩個人去撒田 四片田這樣子 然後直接上到這個封建時代 那封建時代的話一樣就是23P 或24P喔 可以去點這個時代的升級 那我會比較建議喔 如果你升級流程比較 沒有那麼穩定的話 一律都是25P喔 去上到這個城堡時代會比較好一點喔 不然這邊很有可能就直接出事了 哇靠 薩拉森這邊打一個超級極限喔 22P上封建 而且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野豬也沒有吃 這是什麼奇妙的打法呢 哇這邊應該是要塔攻了 所以才那麼高速想要上封建時代 但這邊也沒到非常高速上封喔 看他薩拉森這個文明喔 通常可以19P上喔 不用到22P喔 這個有點怪怪的 不確定他現在是要幹嘛 看起來是要塔攻 但是這時間還沒有出門 其實這個時間差不多該出門了 因為他一到封建時代喔 然後馬上插下箭桃 開始進攻才對喔 好 等我們來看一下薩拉森到底要怎麼打 不然就是他可能是想要挖石頭 去賣喔 用這個市集買賣喔 上城堡時代喔 也是有這種做法的 但這個屬於少見的做法 而且長期用下來喔 也沒有太大的優勢喔 算是一種戰術大招的感覺喔 好 來看一下NBA 不是NBA了 KW這邊的木頭 已經來到了8個人喔 伐木 那待會到封建時代呢 可以補到10到12個人 或是9個人也可以 那我會建議大家簡單記喔 就直接補到10個人喔 每一個法木場都5個人 你的木頭的需求量喔 就會穩定下來 好 那這邊看到博文帝人 升到封建時代應該會想要直程吧 但現在肉量感覺不太夠 黃金雖然有挖 但是現在是24P上喔 24P的話而且還有點一級農一級木的關係 所以肉量真的是有點缺喔 好 待會要拉一村喔 去蓋冰工廠 兩個人去蓋四級喔 直接上城堡斯代 好 這邊直接拉了個拉一村 好 先下一個馬舅 然後下了一個冰工廠 OK 這個是不打四級 好 直接打馬舅 那這樣的開局流程呢 是比較適合經濟場的 因為通常城堡斯代都會出清奇兵喔 去爭奪生物的關係喔 那如果你是殺生的話 可能蓋四級會好一點喔 因為畢竟升級還是可以靠買賣的 OK 果然是賣石頭 然後買食物喔 上這個... 城堡斯代 哇 那這個P數很早 22加2喔 24P喔 就可以點上了 三十代是完全超越KW這邊的 哇 這個玩家殺生居然是有練過升級 這個升級不得了 好 那這邊升完 城堡斯代之後 就可以考慮去點二級農二級木 然後再去開始按刺猴 那刺猴這邊按著時間點 我覺得可以先嘗試喔 就直接先點二級木之後呢 就開始點刺猴 因為你有點一級農的關係嘛 確實這個農田 還沒那麼快吃完喔 你的第一輪農田吃完之前 再去點二級農就可以了 那刺猴的材料 待會要先趕快出一點 會比較好一些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二級木 差不多要點了 欸 但是這邊先按刺猴囉 好 OK 這邊是先按刺猴 後補二級木的一個做法 好 那很正常喔 這邊伐木是選擇了九伐木 那大家簡單記喔 十伐木最好 就不要去記什麼 這個 三的倍數 就直接記個整數 十 十人伐木 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殺生這時候已經升到城堡斯代 領先大約一分鐘喔 然後馬上就開下了城鎮中心 二級伐木先點下 這邊可能還可以再開一個城鎮中心喔 看他 這邊要不要看他要不要點喔 OK 果然 直接三城鎮中心 三TC開始農起來 那這邊有個做法是比較尷尬的喔 因為他如果三TC開了的話 這就意味著他有點想要捨棄自己的聖物了 沒有要去撿聖物的意思 因為他自己沒有馬舊也沒有修到院喔 木頭殘量會很缺喔 三TC放下之後 還要維持一定的肉量喔 才不會斷村喔 所以待會的木頭也不可能去下馬舊 絕對是全部拿去換農田喔 或是換成肉量喔 防止自己斷村的喔 好 這邊賣了石頭 買了一百的食物 這邊殺了生 打算打一個超級經濟爆 經濟開到最好 好 一生到城堡斯代的KW 也是下個自己的城堡中心 這邊可以先下個修道院 對 那這個算是比較正常的打法喔 就是城堡中心 然後補一個 雙TC開農 然後加一個修道院 這邊待會再升級一下清奇兵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KW要做的事情是 要考慮要不去升二級農這些事情喔 其實可升可不升喔 那我個人認為喔 其實伯根蒂這個文明喔 去升一下是比較好的 那這邊的話可以考慮去點一下清奇兵的升級 另外如果對方沒有跟你打的話 清奇兵甚至也可以不用升喔 把這個肉量省下來喔 去開3TC喔 或者是趕快補木頭補更多一點喔 然後去開下三個城堡中心 然後修道院的生女趕快去撿生物就可以了 那二級農這時候就可以偷點了 好 這邊果子吃完全部去挖金 這個經濟效率很好 欸 這裡沒有挖金喔 哇 這邊經濟調配很好 如果輸的話我就去挖金喔 然後再用這些黃金喔 去買木頭 然後去開城堡中心 這個是我的比較常見的做法 因為如果果子離礦區這麼近的話 我會想要這樣做 好 這裡果然補下了第三個城堡中心 好 那這邊 待會再補個二級農 殺身這邊是直接開始小圍了一下 好 圍起來圍起來 三個城堡中心開農 好 那這邊農田沒有繼續灑喔 這邊有細節喔 他有去按摩坊喔 讓這個農田喔不會再繼續復根 那不會復根的話 就不會消耗這個木頭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喔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們會看情況喔 去試 要不要去點下二級農之後 再繼續農田農下去喔 或者是要省下一些木頭 去建一些建築物喔 才會這樣做 不然平常這個自動復根的科技喔 可以常駐打開就可以了 好 這邊兩隻刺猴去追逐對方刺猴 把對方刺猴打到殘血 這邊看到一個撿生物的生鋁 有機會回家 可以 這邊看到應該來不及了 這個應該要進去了 刺猴直接進來砍嗎 哇 硬砍嗎 砍了一刀 並沒有繼續追逐 好 上方這個生鋁趕快再撿 看要不要先撿近的 那通常會比較建議撿中間的喔 因為中間其實是最難撿的 那離家近的喔 其實算是安全safe 所以撿中間的或是撿對方的會比較好一點 但對方的由於距離過遠喔 對方的刺猴還是很容易抓到 所以這算是一個風險評估的問題喔 如果真的要撿安全點的話 還是從中間開始撿 再來是撿自己的 最後再撿對方的 確保四聖物喔 有在自己手上喔 也是一個 比較 好的一個做法 好 這邊先點下了自己的輪軸技術 哎呦 KW這邊經濟控得很好 好 好 待會木頭再補一下 就可以點一下二級農 其實這個時間點喔 就差不多可以點二級農了 這個農田其實撒了蠻多的 第二次輪根也快要展開 好 來看一下對手沙拉森 這裡也是補下了二級 補下這個 不是二級啊 這個輪軸技術 我開下了四個城鎮中心 這個是巨農一波 完全沒有要跟你打的意思 好 沙拉森的玩法會比較偏向於 打強弩吧 我覺得還是要打強弩 然後配點駱駝 去壓制伯根地人 因為為什麼要出駱駝 主要是因為伯根地人的遊俠 真的是很麻煩 而且升級太快了 那只出強弩的話很容易被針對 那為什麼要出強弩呢 是要防止對手出這個 伯根地的火槍之類的 加上自己的遊俠前鴨 還是要搭配一個組合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是直接出菜刀也可以 但菜刀的話要城堡 出產的速度會慢一點點 好這邊按下一個投資車之後 按下了衝車 開始要來前鴨 摩文地這裡是必沒有大暴農的 有要前線開始攻擊 但是現在對手要守下也是蠻簡單的 只要這邊蓋住城堡 基本上就能守住了 果然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的好處是可以 手下農田 還有自己的城堡中心 但這邊投資車過來 可以阻止對手蓋城堡 直接砸死一村 哇兩村才對 完蛋囉 這邊城堡蓋不起來 蓋的時間點有點偏慢了一點點 投資車這邊一直往這個方向砸 讓對方不敢直接過來蓋 這邊想要突破城門 要補個馬舊囉 有 前線補馬舊 這邊繼續堵口 想要用城堡稍微圍一下 這邊趕快蓋一下工程器製造所 反擊一下喔 才可以繼續蓋這棟城堡 KW打的算是挺穩定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家裡 二級農還是沒有補 這個打的算是沒有偏農喔 反正是偏有點半強軍事 確實也是有點搞到對手了 這個其實打的算不錯了 對手這邊有點慌喔 好 頭車砸一下 先砸衝車嗎 OK 先砸衝車 很衝 這個很衝 今天衝車要躲比較困難 砸掉一片農田 OK 再一發 城門 剩下兩百多滴 偷一下 沒偷到 再不打衝車就完蛋 城門要被打爆 哇靠 尷尬了 石頭衝進來 火車被擺給 直接砸掉自己的馬 哈哈 好 但還好是刺頭 還是不是騎士 騎士進來就麻煩了 好 這邊再繼續阻止對手來蓋城堡 這邊搞到了 這邊搞到了 大量村民殘屍 這邊還撒農田嗎 這個農田一直被砸喔 那騎士沙達聖這邊趕快補一下駱駝 出來打會比較好 或騎士也可以 但比較困難是 可能會有僧侶來阻止 這個僧侶KW沒有往前 稍微可惜一點 這個細節部分有時候還是空得太忙 會忘記僧侶的存在喔 那如果前線有僧侶的話 這一隻騎士就可以招走了 對方還不能繼續搞 而且這個騎士還可以反殺回去 對方投車 能進步的東西其實還是蠻多的 好 投車砸一發 哇 殘血 騎士過來 卡個一刀 解掉 好 當然這一波交換來說 KW是大勝 基本上他這邊 即使勝率沒有往前拉 也算是沒有到非常虧 而且反而是大賺 本來對方4TC開農 村民是會更領先更誇張 時代上來說的話 算是本來就是KW會領先喔 但對方這邊一來一往 我覺得薩達聖人 算是還是被弄到 畢竟剛剛這些村民 有一部分都沒在工作 好 這邊刺頭繼續按 但沒有按下自己的清奇兵 現在才按下喔 有點偏晚了一點點 好 城堡該好 設不到這邊的村民 那這邊可以再考慮下個大學喔 待會要來補下化學 然後出火炮 開始反擊喔 這個是伯恩帝人喔 需要 升帝王時代要注意的一個細節喔 好 跟蹤技術不下 這邊要直上遊俠嗎 重裝騎士沒有在升級 先按了一台巨頭 好 但是沒有化學 好 這裡再蓋一棟城堡 想要控金 好 但是薩達聖的奴隸兵 俗稱的菜刀已經出來了 哇 伯恩帝這邊點下了印刷技術 增加一下生女的招響距離 想要來反制一下對方的菜刀 那生女確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菜刀直接兩個人集火一隻 可以收掉些村民 好 這邊生女過來直接印招 讓菜刀沒有辦法專心打村民 村民就可以繼續把這棟城堡給蓋起來 化學還是沒有補 這邊是點下了步兵科技 一直把對手菜刀給逼退回去了 所以這邊可以偷暗衝車的 但這邊並沒有直接暗衝 但是暗衝車的話是有點麻煩 這邊還是有可能被菜刀距離 這邊偷偷偷打 這邊城堡還是射不到 後面的奴隸兵的距離 奴隸兵的距離是三射程 其實有點偏中短距離 比這個止斧兵還要少 還有這個飛刀女獵手 距離都短了一些些 所以用起來還是需要操作一下下的 不能完全不空 好 終於補下的話 學 待會這邊就可以出火炮了 這邊KW就是比較尷尬一點 就是他沒有即時出了火炮 是稍微小傷的一件事情 因為有火炮的話 就可以偷打後面的村民 修城堡的村民 或是直接加強城堡的傷害都可以 好 這裡火炮趕快出 最終城堡掉了 後面這幾台巨型頭司機 等火炮出來就可以有效反制了 後面再補下生旅 去招想要來拆火炮或是巨型頭司機的 這個奴隸兵的單位 都是相當好用的 這邊招一波 可以招到喔 三隻 可以 哇 舒服 招到兩個 沒有招三個 而且都招到血比較多的 這邊巨型頭司機 看起來大戰又打贏了 那待會這邊城堡如果打贏的話 後面就可以補下這個射箭槽 去補下火槍 這邊有火器了嘛 現在有這個火妖可以用 好 但城堡掉了 這裡有點危險 這邊城堡趕快要控一下 兩台巨型頭司機 欸 這個打得到嗎 可以 這個巨型剛剛好 四巨頭開丟 但是殺生的火炮也出來了 來囉 先補了對方的城堡 先直接補下 換掉 兩邊城堡應該是都守不住喔 四巨頭來說 根本不太可能修得回來 至少三十幾個人修 才有可能修得回來 好 這邊對方是五巨頭 兩邊城堡都直接被換光 這裡補下的是長槍兵 可以打一個擊兵策略 相當好 那薩拉森這邊看到如果轉疾病的話 強奴就可以出來浪了 哇靠 這個砸到了 巨頭加火炮直接硬砸 砸掉了這邊生女 菜刀收掉了兩巨頭 不虧不虧 這邊要不要先拆一下對方的城堡中心呢 好 繼續打 這邊先點火炮 中了 哇 好準 再打呀 唉唷 差一點打到 OK 那伯恩蒂這邊點下了級兵 沙拉森砍在升級攻兵喔 拇指環還有奴兵 二級射跟彈道學 好 清起兵過來先砍 這邊想要圍住這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 還是有大量的重裝長槍兵走進來 這個火炮應該可以順利收掉 好 這邊的巨頭 唉唷 這邊稍微控一下 順利收掉 好 家裡的城堂東西 開始幫忙輸出 打下這邊級兵 這邊努力修 把巨型頭司機的血量給修了回來 太狠了 好 伯恩蒂這時候 再點一下了重裝騎士 還有二級防 沙拉森這片黃金有點不太夠 因為前線的這個主金的位置 一直被打架的關係 沒有辦法正常的去挖黃金 這也可能要經濟調配一下 木頭的人趕快去補下黃金才比較好 甚至要偷偷去挖黃金 但偷偷去挖黃金上面是沒有的狀況 所以他只能往下這邊開始挖 沙拉森這邊一直被壓制住的話 一定被時間拖久會打出GG來的 所以現在KW的做法就很簡單 就只要專心的控他的前面的金就好 雖然石頭可以稍微控一下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趕快把這個金繼續控下來 然後出更多兵 防守就可以了 這邊奴賓直接往前走 想要直接點射火炮嗎 有點狠 無視級兵 這樣不太好 無視級兵的話還是會被戳爆的 因為級兵本身就有6攻的傷害了 好 這邊級兵把對手的攻擊給壓了回去 火炮也活下來 巨型頭司機兩邊再附打 火炮拉到後面修理一下 伯恩第一很適合輸火槍跟火炮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為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這邊巨頭可能要撤一下 會比較好一些些 要不要往後拉呢 好 繼續出火炮 OK 伯恩第一就燒出火炮啊 不然要幹嘛 好 三級防點下 準備要來打遊俠了 殺生人這邊能擋住遊俠的一波嗎 好 槍龍走出來 開始先點射 但重裝騎士已經好了 KW這邊經濟有點失調 OK 有拉了黃金出來挖 家裡這裡也可以挖一下 不然我會比較建議 像你現在空手有優勢的時候 趕快去把這個黃金 往前挖 這兩塊金 先又先挖掉 先不要挖家裡的會比較好 我看那些viper他們的頂尖高手 好 他們都是先這樣做處理的 家裡的金都先復挖 但如果太忙的話 第一時間覺得 喔 對方可能推不出來 繼續空金下去就贏了 當然也是無所謂了 但養成這些好習慣喔 可以讓自己的勝率 再提高一些些 這算是地圖觀念吧 好 這邊直接拆掉火炮 OK 完蛋啦 大家身這邊要被斷金了 只剩下後面這一坨金可以挖 強弩雖然這邊可以擋下重裝騎士 跟對手疾病的壓制 但還是要出點駱駝 才有可能比較好克制住 對方的火炮 還有對方的重裝騎士的單位 那像KW打火 拿這個強弩最好辦法 就是出火炮繼續打 不然就是直接轉戰帽也可以有 畢竟有這個三級射 但現階段來說 他是不需要打戰帽的 因為黃金上非常充裕 支援調配一下 繼續打火炮加 火炮加上重裝騎士 極變組合 還是綽綽有餘 好 上方極兵區擋一下 有洛途過來了 哇 這邊火炮反打一下 OK 敲弩軍射個一波 應該可以收掉一台 第二台可能有點困難 剩下一台火炮 結果火炮走太前面了 有點危險 被點掉了 沒有辦法 好 但沒有關係 目前還是KW相當優勢 這塊黃金被大爆挖 好 開始壓了回去囉 那薩拉森人這邊有石頭的話 趕快去補下這邊的城堡 然後趕快去按下大落馬 那為什麼按大落馬 最主要原因 是要當漏盾 即使移到極兵 不要正面衝突 去後面抓火炮 讓對方沒有辦法繼續往前 然後強弩一直往前射 讓這個極兵 繼續受到傷害 對薩拉森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發展 由於現在漏很多的關係 真的可以考慮 去補下輕奇兵的升級 畢竟薩拉森有大落馬可以用 然後補下攻擊力防禦力 是薩拉森的首要目標 OK 城堡蓋在這個位置還算可以 並沒有太差 KW暫時被壓制住 結果先升大落馬的是KW 那KW這邊可以再考慮多灑一些農田 有 還有在灑 OK 農田肉量其實還是沒有很夠 這邊成本也沒有完全滴乾淨 這邊成本有點打 好 過頭開始殺出來 但其實薩拉森這個組合 伯恩帝也比較直觀的方法 就是直接出擊兵 加上遊俠 就可以打得贏了 那後面再搭配一些火炮 限制奴兵的走位 會更好一些些 好 那目前攻擊防禦全部升好 KW這邊經濟有點吃緊 稍微防一下 但這邊村民想要來偷蛙石頭被抓包 村民直接內戰了起來 拳套開打 拳擊賽 雷台開扁 這邊駱駝 十隻 沒有繼續出了 開始轉火炮 火炮互打的話 伯恩帝人還是有優勢一些的 傷害偏高 打個插邊球 傷害是蠻好的 好 薩拉森這邊要趕快補下三攻三防 還有洛馬升級 黃金趕快繼續挖 好 那還不錯 外面的黃金已經開始挖了起來 上方的黃金也是喔 KW這邊黃金挖得非常正確 好 像黃金有點爆了 黃金數量來到1000多 遊俠眼睛 要按下去了嗎 欸 他沒有升遊俠嗎 欸 我剛剛以為他在升遊俠 結果沒有 好 擊命往後稍微拉一下 後面的弱駝有點多 火炮第一時間還在專心對付對方的強奴 這裡要不要預判一下 好 預判失敗 火炮第一時間被打掉 哇 這一坨反打殺生相當成功 好 點下了銀罐 狂熱技術 殺生的駱駝血量來到170滴血 坦度相當坦 好 單級兵戳掉了非常多的駱駝 做了一番大事 好 那現在強奴數量其實不太夠 22隻有點偏少 這邊最好是有30幾隻喔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數量太多的話 還是很容易被火炮 給反制回去的 就很容易都擠在一起嘛 但數量太少 對付騎士的話 傷害又不是很好 所以現在這是殺生的一個困難點 強奴要繼續多出一點 但多出又會被火炮擊火 好 這邊直接轉出一些騎士 直接正面碾壓 後方城堡反擊回去 這邊有點下水餃 好 終於補下優俠升級了 把黃金全部消耗完畢 左邊巨銀頭司機偷打 結果被火炮反制了回家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些巨銀喔 這個級兵的產量喔 有點被壓制住了 所以級兵沒有按得很多 好 優俠14加4 遠防7近防5 攻擊力100 不是 血量160d血 給100了180 優俠 還是差了20d 但這個時候還是要有優俠會比較好 畢竟伯恩帝還是個馬國 但是薩爾森人這邊能夠壓制住嗎 血量只差了 哇 不錯喔 對面的駱駝血量還比優俠還要多血 170的駱駝加上160的優俠 好 這邊直接先去抓後方的火炮 還有後面的巨銀頭司機 瞬間抓掉 OK 後面直接反打回去 優俠的基礎傷還是很猛的 哇 而且中間還配了一些級兵喔 偷偷戳了一下駱駝 駱駝不堪一擊 直接被打爆 KW這一坨游俠打出了非常好的一個戰績 對面的工程器全毀 黃金也是岌岌可危 剩下一點點的黃金 這邊沒有出長槍兵或是更多的駱駝出來就很難受 級兵也很難處理 這就是為什麼奇兵果 通常要打游俠配級兵喔 就是這個原因喔 因為級兵都是拿來克制對方駱駝的 對方駱駝就不太好反制回去 而且游俠也會有很好的抗線能力 可以掩護這些級兵喔 去做一個輸出 就算你的... 游俠沒有在抗線喔 級兵被打你也不會那麼心痛喔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 頂尖選手會搭配游俠跟級兵的做法 不管是玩法蘭克阿或博恩帝人喔 這個做法都是上等的選擇 直接搓爛沒了 沙拉森要GG了 前方城堡也爆開 游俠也都已經殺到裡面去了 上面大洛瑪有點為死一晚 雖然肉量還很多 但現在出洛瑪意義不大 現在一定要出駱駝才可以打贏游俠 出洛瑪的話也會被級兵跟這些游俠給打爆 完全沒有反制能力 這個時間點就已經沒救了 雖然還是可以靠買賣喔 換取一些黃金 但越買賣喔 經濟就越傷喔 那個... 只要有買賣喔 就有傷害喔 嘖 在這個經濟裡面也是阿 唉呀 沒了 游俠真的沒了 太慘了 殺生人 後面這邊是要抓巨頭 但這邊抓巨頭意義也不太大 這邊想要打個雙線喔 好 洛瑪再過來擋游俠 直接採爆農田 這邊最好方法就是喔 直接把大量游俠跑到後面的墓區 或是農田區 直接讓他鎖村 像這樣子喔 他就會很傷了 好 村民差距來到了40村 這邊補下移動城堡 需空金 黃金需挖完 KW這一場有點在虐菜阿 薩拉斯人會打成這樣子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意外阿 那我覺得薩拉斯人這邊要打 就是要打強弩 跟這個奴隸兵喔 會比較好一點 奴隸兵最主要是有距離的關係喔 打這個游俠跟疾兵都會有不錯效果 呃... 強弩的話也是很好用 但這邊混搭策略喔 有點失敗喔 沒有辦法 這個KW喔 前面的壓制太強 而且有無聖物喔 黃金實在太多了 薩拉斯人這邊直接打出了聚聚 好我們來看一下薩拉斯人的這個經濟喔 經濟應該是蠻慘的 木頭這邊雖然贏 但是數量是輸的 黃金上輸了4000喔 好像沒有輸太多喔 畢竟中間的黃金沒有挖完 但是這個五聖物給到的黃金實在是太香了喔 幾乎快要賺到5000多黃金喔 那薩拉斯人這邊最大的問題喔 應該就是沒有趕快即時轉出肉馬 還有這個駱駝奴奴奴兵的這些升級喔 強弩也沒有繼續按 那如果要轉強弩的話 就是數量再多一點喔 大概30幾隻上下喔 沒有繼續出相當可惜 那後期的薩拉斯人呢 算是比較難打這個遊俠的喔 只能靠自己的駱駝跟菜刀來防守會比較好一些些喔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